好,这个Integration我们看到它跟以前的Integration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的Integration这边有号码1到3 我的讲法是1到3,从1Integrate到3 然后它的这一种题目呢 跟之前的题目的做法的不一样呢 就是说我Integrate 1到3,然后3x2减4,然后dx的时候 我一样是3x3,然后减4x 然后我是放一个大挂弧,然后这边写1到3 我之前要写加C,现在不用写加C,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那个加C,我再sub3进去减掉sub1的时候 它会直接减掉,所以我的那个不用写,所以上3月 所以我这个呢,它就变成3p3减4乘3 OK,整个再减掉1p3减4乘1 OK,然后它就27减12,再减掉1减4 然后27减12,15减3,所以它会变成15加3 OK,b的这个呢,我就照样的做 减1到2,然后a加b,a减b,所以它是a2-b2 然后dx OK,然后这一边它是减1到2啊 所以我就有4x power3和3减3 然后从-1到2,所以它就有4x power3和3减4 然后再来减4-1 power3和3减1 OK,然后它就会变成32x power3减2 然后它就会变成32x power3减2 然后再来看c的这一题 c的这一题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它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OK,只是在c的这一题的话呢 它有分数 它就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OK,所以就integration减1到1 然后它就2x square 呃 减3x 加4x 减6 除x power4 然后整个东西dx 然后它就会变成 integration减1到1 然后 2x square 加x减6 x power4dx 然后它会变成 呃 那一个 2x power-2 加x power-3 减6 x power-4dx integration 然后减1到1 OK,因为我这个除x power4 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来做 2x power-1和-1 加x power-2和-2 减6x power-2 减6x power-3 减6x power-3 然后 呃,我在这一边放 减1到1 所以它会变成 减2x 减2x x power-2x power-3 加x power-3 然后我再放 1和-1 然后这个时候我sub进去 6-2x power-3 6-2x power-2x power-3 -2x power-3 再减2x power-1 -2x power-1 -2x power-1 然后再加2x power-1 的q 然后 它会变成 1-2x power-2x power-2x power-1 -2 变成-2加2 OK 这个我们的Integration的读法是从-1到1 OK 所以在这边他叫你找他的那个Integration 从1到2的时候 我的Integration就是1到2 3x-2 power3 dx 这样一种方式